皮虫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寄生虫 对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北美今年的皮虫泛滥 已有多起因为被皮虫叮咬而丧生的悲剧发生 夏季是花园里工作繁忙,假期活动频繁的季节 不幸的是,皮虫的活动也随之增多 皮虫是一种以哺乳动物和鸟类血液为食的 微小猪行钢动物 对人类来说,一麻烦又危险 它们传播莱姆病和脑炎等疾病 莱姆病主要表现为特征性游走性红斑 可导致关节炎、神经系统或心脏问题等严重并发症 治疗莱姆病需要长期抗生素治疗 因此迅速驱除皮虫 并监测钉咬部位至关重要 如果出现红斑或流感痒症状,请立即就医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免受这些有害生物的侵害呢? 在对抗它们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求助于一些自然盟友 皮虫可以在草地、公园和森林中找到 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家庭花园中 如何在花园中保护自己免受皮虫的侵害 一种自然的方法是 使用可以驱赶这些不速之客的植物 在您的花园中,放置某些可以有效驱赶皮虫的植物 有些植物能散发出皮虫无法忍受的香气 因此可以有效地减少和驱赶这些讨厌的皮虫 一、迷迭香的强烈气味可以有效驱除皮虫 也是任何花园的点缀 二、薰衣草 不仅气味宜人,还可以驱除皮虫和蚊子 三、罗勒 其浓郁的香气可以驱除皮虫 还可用于烹饪 四、百里香对皮虫也不友好 五、薄荷 其清新的气味可以驱除许多昆虫 包括皮虫 此外还有很多自带特殊香气的植物 例如茴香、龙皓叶、牛制、九层塔等等 它们不仅可以点缀花园 驱虫驱蚊 还可以随时为你提供辅料和食材 可见在庭院中种植香草有很多好处 你还可以关注我 更多关于种植香草的介绍